户外行去往神农架 今天我们途经歇马镇 在一大梁家里面采摘大蒜苗和菜苔 据他们说平时也不怎么买菜 几乎都是自己种的 在平时的种植过程中 泥土上面都会铺上一层厚厚的山里面腐烂的那种树叶 也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云阳土吧 是感觉这里的蒜苗和菜苔比我们老家的都要大 吃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可口 除了在地里面采摘蒜苗和菜苔 大梁还说可以把它家中的腊肉跟我们分享一点 听到腊肉咱就来劲了 山里的腊肉都是吃玉米红薯长大的 并且用山里的柴火熏过 有一股天然的烟熏味在里面 总觉得山里面的东西就是好 腌的这些酸豆角都想弄一点 腊肉我挑的是肥的 肥的有时候炸点油 烫烫青菜烫烫萝卜 那种烟熏腊肉的味是特别的地道 这一块腊肉是七斤二两 我们是以二十一斤拿的 这个青菜和蒜苗我们还是按着市场价 蒜苗给的是五块钱一斤 青菜给的是三块钱一斤 还是特别感谢在这一次出行的这种大山深处 能够碰到这么好的大粮给我们吃上这种无公害的腊肉 无公害的蔬菜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去往神农架 我们正在路上 说了说了不要打这么多 不要打这么多 怎么抬 根本就抬不动 小子应该就个上头了 我也得 漂亮漂亮 善良 卡着 说了说了不要打这么多 不要打这么多 怎么抬 根本就抬不动 这条草鱼不行 这条 这条草鱼吧 来 拿成的 嗯嗯 成的就成的 成的 这条草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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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我 来 嗯 啊 十八斤 十七斤 十八斤 十七斤 九两 嗯 哎 差不多 嗯 嗯 哎 哎 咳 我 他们 你 咳 肯一点 有 是 对 你 对 啊 你